69岁的俄罗斯总统近期被爆出惊天大瓜 这位战斗民族的总统不仅在政治上 在个人生活上也霸气 原来普京总统也是一位花花公子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再聊聊这位总统吧 在之前小编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普京从一位普通公务员 到世界第二大国总统的生平事迹 今天小编再给大家深温爱一下他的私生活 本周克林姆林宫内部人士爆料 69岁的普京总统在天一女娃 而这位情妇是小普京30岁的前体操选手卡巴耶娃 普京在得知这消息后不但没有否认 还冷淡吐槽一句 已经够多子女了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会和小编一样发出疑问 为什么是又天一娃 原来普京的私生子女可不止一个 偷偷的花花公子呀 前段时间刚有世界第一首富马斯克在天一孩 至今为止有九个小孩 这边普京也不甘落后 再次喜当爹 卡巴耶娃在1983年出生于乌兹别克 妈妈有俄罗斯血统 卡巴耶娃为俄罗斯艺术体操运动员 曾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获得艺术体操金牌 并在当年首度见到普京 同年被俄罗斯媒体评选为俄罗斯最性感的运动员 目前39岁的她是国家杜马夏议员的议员 以及国家媒体集团总裁 目前居住在瑞士 早在2008年 便有媒体爆料 卡巴耶娃是秘密第一夫人的传闻 在今年5月 瑞士周末报纸披露 卡巴耶娃早在2015年 就为普京生下一个儿子 而二胎小儿子也在2019年出生 如今 普京与这位美女情妇再添一女儿 由于今年俄乌战争 瑞士目前有超过6万联名申请 把拥有普京孩子的卡巴耶娃 赶出瑞士境内 得知喜当爹 普京又是什么反应呢 据透露 普京在知道自己喜当爹后 反应比较冷淡 还有些抱怨说了一句 已经有够多的儿女了 这一侧面是吹了他喜当爹 在得知普京的反应后 卡巴耶娃感到非常不安 到目前为止 普京一共有6个孩子 其中两个女儿是和前妻 柳德米拉生下 这对姐妹花姐姐如今36岁 是一名儿童内分泌专家 二女儿35岁 是一名舞者 其次 外界盛传 普京在离婚后 与克里沃诺席和是情人 由一名私生女儿佐洛娃 如今18岁 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当时 传情人曾是一名俄罗斯的清洁工 在生下私生女后 成为了由普京个人金库制成的 罗西亚银行的股东备受主顾 第三任女友 就是如今再报喜讯的卡巴耶娃 给普京一共生下了三名子女 果然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